大家好,我是绿克,感谢你点开这期的节目 这个刚刚过完新年,我之前买的东西终于陆陆续续到齐了 首先推荐一个展览 就是如果你在北京的话 一定要去位于SKPS的一个关于潮流方面的展览吧 它可以说是把关于潮流从开端一直到现在的现状 从头完完整整的捋了一遍 而且讲的非常的全面,又有很多的细节 其实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就很好奇 我说这么厉害的一个展览得是谁做的 结果看到最后我发现原来是Frazer Cook他做的这个展览 那Frazer Cook是谁呢 简单来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Nike的一个营销总监 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把所有的这些潮流大咖凝聚在一起 然后和Nike进行联名的策划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20年年初的那张 Nike抢前天团的大合影 如果说那些设计师是Nike旗下的精兵强将 那Frazer Cook应该算是整个军团的一个军师了 甚至可以说我从小看到大的那些联名全部都是出自于Frazer Cook的策划之下 如果没有他就没有那些画世纪的联名作品了 所以这个展览我看完之后呢第一时间就入手了他的纪念品 一个是这个黑色的鸭舌帽 另外是这个偏紫色一点的渔夫帽 那这个帽子呢上面都有写这个展览的名字叫Style in Revolves 还是很帅的我觉得 而且我也是很难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渔夫帽 之前戴的那些渔夫帽呢都比较小 这个感觉还算是OK吧 那至于价格方面呢 这两个东西价格都不是很便宜 这个鸭舌帽呢好像是300多 那这个呢是400多 但是很遗憾这个周边都不是什么牌子货 只是图一个纪念吧 那么关于纪念品啊 我们再来看第二件东西啊 其实第二件比较多 就是这个箱子 这一箱呢都是当时Coinwise的Donda那张专辑发售的时候啊 他出了一系列的周边 今天终于起到了 这个周边里的东西呢也比较有意思吧 一个是又是一顶帽子啊 这个帽子就更简单了 大家看啊 就是帽檐上有写Donda字样 只不过这一系列的周边呢 是由这个巴黎世家的设计总监德姆纳一起参与设计的 怎么说呢 算是有点巴黎世家平T的感觉吧 而且这个帽子我觉得还是挺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脸型呢 它上面是这种比较硬挺的材质啊 显得你的脸型比较长一些 补充一句 最近我在留长自己的这个头发打算之后做个造型 所以大家一直看到我的这个发型很奇怪的样子 所以接下来啊 我就戴着这个帽子来给大家做开箱了 这个帽子的价格呢是60美金啊 和人民币大概三四百块钱吧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啊 这个怎么讲呢 我估计只有Kion West的出我会买了 就是它当时出的头套 这个头套啊 其实我看网图的时候 我以为就是特别简单的一块布 然后整个拉锁掏出来是眼睛 结果上手一看啊 大家能能够看到吗 它的这个材质 是这种Mesh的感觉 然后而且呢是双层的 可以从它脖子这块看到啊 完全都是双层的材料 另外在内侧还有一个当时那一系列周边的一个印花吧 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像FBI或者什么CIA之类的那种很美国的徽章的感觉 那我知道啊 大家看这个视频主要就是想看一下这个头套上头的效果 我给大家戴一下啊 我其实下午刚拿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自己也试了一下 我的感觉呢是原来我的脸这么大 Kion West的脸那么小 因为这个套上去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 这里大家能看到吗 还有拉锁的拉出来的眼睛 但是这个真的太糊弄事了 哎呦我得买这个太紧了 不知道Kion West的戴头套的时候 不难受 稍等我把眼镜戴一下 哎现在我就戴上这个头套吧 就是怎么说呢 你可以看它做的还是有一些精致的 比如说它把下巴还有嘴的这里都留出了一些空间 但是有一说一啊真的很闷 而且你们知道这个头套多少钱吗 它的发售价是100刀啊 我用了100刀 也就是人民币600多块钱 买了这么一个玩意儿 纯粹是为了买一个好玩吧 你戴上这个帽子一起看一下 有没有点有没有点Kion West的感觉 我的妈呀这也太奇怪了 而且怎么会有人带着这个玩意儿上街呢 哇终于喘过气了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Kion West要出这么一个玩意儿 而且这个玩意儿还能卖到100刀啊 不过没准隔时隔20年之后会不会这个也算什么Archive级的单品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还有一个是它这次的长袖T 哦这个长袖T摸起来很有分量很重啊 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哦怪不得怪不得感觉非常的沉 因为这个是假两件啊 可以看到它的袖子是这种里面缝出来的一个短袖加长袖的组合 所以比较沉一些 正面呢就是和刚才的这个头套里面的徽章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看得更清楚一点啊 我们来看 可以看一些细节 还有上面字的印花 哦有一说这个衣服真的很沉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啊 不愧是东纳设计的这系列的东西真的很像巴黎世家的玩意儿 然后还可以看到我买的这件呢是L号的 它是美国制造的 呃背面我们来看啊 背面这个是不是写了个2024 我不知道这个玩意儿是不是Coinwest准备竞选24年总统的一个预热短袖啊 这个还真的是非常厚实的一件啊 不过我有一个感觉是我这个好像是买大了 还是说它就是这种设计的 真的尺码和之前Donda试听会周边的尺码是不一样的 还是还是说它就是oversize的感觉 也没有人穿过这个上身图 我估计我这应该是全往第一份 而且你看这个这个长度真的是太长了 太长了 画面已经展现不出来了 那么关于这次Coinwest Donda的周边呢 就给大家开箱到这儿了 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啊我购买的周边 这个也是我8月份下的单 然后12月底才给我送到的 就是这个熟悉的logo Cactus Jack 怎么讲呢 这个裤子吧 还真的是白瞎了这么帅的设计 因为质感上真的不怎么样 我发现这个衣服呢 它用的工艺还挺多的 比如说这里侧面的闪电的串标 用的是这种立体的印刷 整个发泡材料的感觉 那裤裆上的这个字母啊 应该就是染色印上去的 那右腿上的这个蓝色骷髅 可以看到啊 它是一整个贴布贴上去的 也不叫贴布吧 一整个图案贴上去的 总之呢 Cactus Jack的东西吧 一贯的是质感比较拉胯 但是设计呢 是真的很狂的 第二衣服就说到这里啊 而且我估计短时间内啊 这个昌浪侠应该是也不会出周边了 毕竟连它和Dior的联名都被搁置了 哦忘了开箱一个东西了 给大家看一下 又是一个盒子啊 这个呢是Coinwest和Gab出的那一系列 卫衣当中的黑色款 所有黑色款 不管你是哪国下的单 都是最后才发货的 我是觉得这个黑色款呢 应该是最百搭最实用 而且毕竟它每一个帽衫的颜色 都是和它一张专辑是相对应的 那当大这张专辑呢 对应的就是黑色的了 所以我觉得啊 有必要入手锅 发售价购入800块钱 有朋友说啊 你花800块钱买一个Gab的衣服 你涂傻 但是当我看到国内 很多所谓的超班主理人 还在打版这些衣服 明明你就是翻版 或者说打版做人家的衣服 超人家的衣服 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平屉 我真的太不理解 国内这些主理人想啥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了 Coinwest确实又开创了一个鲜河 无论是这种双面材料啊 帽衫能够正反去穿的感觉 还是说这种短版 那可能有的朋友说啊 我不喜欢穿短的 我就喜欢穿oversize 那你可以买大两号 那但是我觉得啊 这一系列的衣服 主要就是为了穿着比较短的那种感觉 然后从视觉上把腿部的长度拉长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一系列的衣服啊 原价入手还是非常OK 非常nice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单品啊 是我这个Supreme发烧友 这两季以来吧 入手的第一架Supreme单品 包装还没有打开啊 现在给大家开一开 我觉得是这一季Supreme 最有亮点的单品之一吧 就是它和DoubleTabs 做的一款联名的防弹背心 其实就是棉服 上身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还在找这边的秀 我发现并没有秀啊 应该是这样啊 对 这怎么穿呢 这一个人穿还是有点费劲呢 把肩膀这儿勒上 我觉得这个一上身 我这个一搭配啊 真的有点当时Chan West 当时听会上的那个造型啊 有点帅 不过这会儿弹幕上 可能已经在飘 绿客你在干嘛呢 这么陶醉 我确实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啊 而且觉得还是挺帅的 背面什么都没有 然后正面呢是有一个Supreme字样 Supreme和DoubleTabs的字样 而且这里还是一个小口袋 所以打开啊 非常不大的一个空间 真的很像宝安啊 应该拿个井棍 或者就换成一个头盔 就比较帅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看 我刚刚入手的另外一种风格的单品啊 看到这个袋子 可能大家并不是很熟悉啊 因为我之前我也没有买过Jill Sander的东西 包装还挺给力的 他给了一个如此之大的 这个看起来好像是帆布材料的一个手提袋 而且这个手提袋还配了一个非常长的尖袋 你甚至可以这样把它挎着走 当做一个日常通勤用的背包都可以 当时我买的时候 据说这个很多人买Jill Sander 都奔着他的这个袋去的 还是给大家来看一下 我到底买的是什么吧 就是一款来自Jill Sander的德比鞋 我买这双鞋的原因呢 其实比较简单啊 因为最近我在YouTube上看各种各样博主的Vlog 然后其中就有Penny基满 他的有一期Ten Essentials的视频里面有介绍 他最近比较爱穿的一些鞋 其中就有这款 先来看这个鞋给了一个防尘袋 我不知道是给少了 还是说两双鞋是可以放进这一个防尘袋里的 反正是只有这么一个的袋 然后还有一些小卡片 这个鞋的价格是7120 我在网上看到好像这双鞋之前打折的时候 打得非常的狠 大概四五千就能买到 不过我并没有赶上那个好时候 我去的时候就是在原价卖 怎么讲呢 非常简洁的一双德比鞋吧 我觉得这双的设计上很秀气 而且在这里它有一个铁扣 这个铁扣我觉得也是点睛之比法 包括在脚踝这里 这也是有一个铁扣 最重要的是它上脚式的时候呢 非常的舒服 因为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底呢 是完全的纯胶底 它本有木头也没有那种皮质 非常的软 而且再加上鞋面是牛皮革 就是很细很嫩的一种感觉 所以整个上脚非常的舒服 不过目前呢 我也真的是还没有想好 怎么去搭配这款鞋 可能先放一阵看看怎么穿吧 这里再补充一个小故事啊 我之前真的对GEO SENDER不是很了解 然后去到店里的时候呢 因为我平时就是穿运动服去逛街 怎么样的 那看到这双鞋上脚试了 我怎么试怎么觉得奇怪 毕竟你穿运动服搭配这种鞋 你怎么可能对呢 那我就跟店员说 你们有没有裤子 合适的裤子 我试一下 搭配这个鞋看什么感觉 然后店员真的是很随便的 就我拿了一条西裤 那个也是那种鸡蛋的西裤啊 不是特别严肃的正式的那种 然后我一搭配 我觉得还挺帅的 不小心我翻开了那个裤子的架签 然后我看到那条裤子竟然是6000块钱 我觉得可能从这双鞋开始啊 我在这个裤子上也要开始讲究了 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收藏还有订阅 顺便在评论区分享分享 最近你都买了什么好用的好玩的好穿的东西吧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